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果冻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央视网腾讯网 今天头条文音直播的 2019中国玫瑰产品博览会 及中国拼音玫瑰文化节文音演出现场 我们的文音演出将于9点钟左右正式开始 同时山东广播电视台闪电新闻客户端 济南山东广播电视台 济南广播电视台天下全程 以及拼音广播电视台长江拼音 也将会在9点左右文音直播 那么在演出正式开始之前呢 首先由我带领观众朋友们 感受一下我们亮丽的平音 咱们平音县历属于山东省济南市 位于济南市西南部 与长青 肥城 东平 东阿等县市区接壤 那么105和220两条国当的贯穿前景 交通非常便利 那么平音这个名字啊 始建于是左转 因为地处古东元之音而得名 总面积是715平方公里 辖区有6个镇 两个办事处 346个行政村 总人口将近是38万人口 三平音压人文景观会 所以名胜古迹众多 是旅游观光 寻古懒盛的好地方 那么先生孔子啊 曾经也是到平音讲过学的 东阿古城是管仲的才艺 那么三代帝王师于慎行呢 他读书讲学时的书院 以及墓地于林呢 在我们平音县的洪范池镇 那么说到孝志镇呢 是和尚柳夏慧的故里 地处平音县湖庄的路德圣母堂 是全国的三大圣母堂之一 当然了我们平音玫瑰镇的 翠平山多佛塔呢 那台土林 东阿镇的十二山景区 黄石宫景区 少代山 红帕池镇的全群 南天观等众多的人文三景观呢 这一切啊造就了丰富灿烂的平音文化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 平音是玫瑰之乡 平音玫瑰的种植呢 是始于唐代 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说到玫瑰之乡呢 也不得不提到我们这里的玫瑰镇了 玫瑰镇啊 以盛产玫瑰而得名 平音玫瑰啊 是中国传统的玫瑰代表 一个花大 瓣厚 色艳 香气浓郁 出力高而持文中外 每年的五月份啊 万亩玫瑰园 花团紧肃 空气飘香 平音因此得名 中国玫瑰之乘 那么今天呢 我们特地邀请了到了非常帅气 特别具有男人魅力的 平音县正协秘书长长明啊 来帮助我们快速了解玫瑰 哎 长明书长 您好 您好您好 今天特别有幸请到您啊 这听说您啊 这个研究玫瑰二十多年了 是地地道道的这个玫瑰的吃货啊 今天啊 要请您讲 过来讲一讲玫瑰 玫瑰花吃 不是玫瑰吃货 玫瑰花吃是不是啊 对花有特别 没有一般情义是不是 那么今天呢 要请您帮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玫瑰的一些历史啊 看您对玫瑰历史文化怎么解读了 好不好 好好好 这个说我是玫瑰花吃 我这个 像我这样在平音像我这样的玫瑰花吃 还非常非常非常多 那么平音玫瑰呢 属于最纯正的玫瑰 在大家的理解上哈 这个一般把这个 薔薇科的 薔薇 月季 玫瑰 都叫做玫瑰 而我们平音的玫瑰呢 是纯正的 真正的玫瑰化 真正的玫瑰 叫重瓣红玫瑰 它是可食用的玫瑰化 我呢 是从小对玫瑰啊 都有这身后的感情 因为我姥姥呢 家在这个玉带河的上游 玉带河呢 是孕育了 持名中外的平音玫瑰 我小时候去姥姥家 就喜欢吃姥姥 给我蒸的那个糖角 玫瑰糖角 特别是特别好吃 现在想起来啊 就感觉 哎呀 像流口水的样子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想 这样一个机会呢 就把平音的玫瑰啊 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那么我首先说呢 就是说平音玫瑰啊 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 和历史渊源的玫瑰 平音玫瑰呢 有记载的历史呢 是1300年 其实呢 这个历史就是真正 这个地方有玫瑰啊 不仅仅是限于1300年 因为在山东啊 这个古地层化石 这个在1200万年前 有这种古化石 就已经发现 已经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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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了1200万年的历史 在山东这个地方啊 那么我们现在说 平音这个地方 终止历史是1300年 这是有记载 那没记载的呢 可能更长 更长一些 那么从这个 终止历史上来讲 应该是世界上 最早的啊 比你像这个 保加利亚 土耳其啊 这些历史都要 都要少 都要少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平音玫瑰 它和它有身后的文化 我说这个文化 底蜜在哪呢 嗯 中国这个讲 这个以花敬佛 就是在佛教上 教以花敬佛 那么我们平时说 要这个 赠人玫瑰 手留余下 其实这句话呢 嗯 就是从 这个 是印度的一个 谚语 嗯 随着佛教 传入中国的 嗯 这就说明什么呢 就是这个花呢 这个玫瑰花呢 是跟佛教 也有这种关系的 嗯 那么在余代河的东岸呢 还有一个就是 呃 1604年 当时就传入 平音的 天主教 刚才您也说了 对对对 就是 咱们圣母堂 对圣母堂 那么在玫瑰呢 在西方呢 被誉为 把圣母玛利亚 誉为天堂中的玫瑰 嗯 所以说呢 在余代河 这个西岸的佛教 和东岸的天主教 这两个 这个宗教的圣地来讲 嗯 它都与玫瑰 有着 非常深厚的 嗯 这种文化的渊源 嗯 那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嗯 也把玫瑰呢 作为一个大爱的象征 嗯 就说 这个说 说玫瑰花 你不是青春节 说玫瑰花 对对对 那是 说爱情的象征 其实那是狭义的 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那么在中国的 中国东方文化里 嗯 玫瑰是大爱 玫瑰是大爱 你不是说 母爱 母爱 对对对 父爱 嗯 嗯 这个兄弟之爱 姊妹之爱 嗯 说夫妻之爱 嗯 它都包括对儿女之爱 嗯 这些都可以通过玫瑰来表达 嗯 这有这有更广泛一些 更更更更宽泛一些 对对对 那么这个 所以说我们 这个对玫瑰啊 这个我们平行县的父老乡亲啊 包括各籍 对玫瑰都特别特别的爱 嗯 这是有有这种 对 历史渊源 历史渊源 对对对对 那么就说到这一点呢 这个我们平行玫瑰啊 嗯 既然有那么深厚的历史 历史全殿 是不是 那么风韵的文化底蕴 那么在未来当中的话 我们请先生 如何打算 如何发展平行玫瑰产业呢 嗯 说到产业啊 呃 说实话这些年 我们这个 各级啊 对围绕着玫瑰这个产业的发展 嗯 都做了呃 很多的努力 我想这个还是要从呃 玫瑰的特性 呃平衣玫瑰本身的特性来讲 嗯 平衣玫瑰呢 是药食同源 嗯 那么在一些古代的中医药材 中医这个记载当中 包括这个 你像这个呃 李时珍呢 包括一些张中景的一些这个呃 中医的名著里面都有对玫瑰这个药材呃配方 都有一些记载啊 玫瑰呢 最大的特性呢 它就是苏干解玉啊 被誉为这个解玉的神药啊 解玉神药啊 因为在古代呢 就是这个呃 文人当中 为什么说很少就是对玫瑰的这种赞美啊 他不如你像牡丹什么的这些 就因为什么呢 玫瑰带刺带刺 它是有个性的 对有个 它是有个性的 其实这也我就在分析一个事 就是古代的人为什么对带刺的玫瑰 它有一些这个不像牡丹啊 像一些蓝蓝花这样 对对对 我觉得它把花比作女人 对 那么以前呢 女人是要你喜欢那种特别温柔 特别温顺 对对对 这个言听计从的 那么现代女性这个呃 有更个性化了 对更个性化 那么玫瑰它是有刺带刺的玫瑰 对 你采之不易是吧 这也说明了这个现代和以前这种观念上的转变 对思想观念 对 这其实也在玫瑰的产品上得到充分的应用 你比如说古代呢是以玫瑰入药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把玫瑰的这种价值更好的发挥出来 你比如说这个从中亚往西是以什么的 这个用玫瑰主要的是是做这个化妆品啊这些 那么从中亚往东它更多的是做玫瑰食品玫瑰玫瑰的药品 它是内服的 它的作用呢是什么呢 是浮进去之后作用玫瑰对人体的作用是由里及外 那么西方呢它更侧容易去由外及里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作用 对对对 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说围绕这个呢就我们在产品的开发上就把玫瑰的价值能够充分的挖掘出来 你比如说皮银玫瑰它要是图源 那么我们就现在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呢主要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传统的 就是这个蒸瘤法水蒸瘤法就高温蒸瘤高温蒸瘤呢 它出来的主产品呢是什么的玫瑰精油玫瑰纯露 玫瑰精油呢就是堪称液体黄金 比黄金还要贵现在 对对对 那么还有就是玫瑰纯露 这个是大家都非常知道的 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说我们平银玫瑰企业所独创的 就是什么的低温烘干和超低温冻干 出来的两个产品 这两个产品呢一个就是花蕾 玫瑰花蕾花罐 就是半开的玫瑰花 我们称之为玫瑰花罐 这个产品呢就是采取纯物理的方式 就不怕破坏玫瑰的活性成分 那么出来的收集的水 我们叫玫瑰水 这个应该是在世界上独创的 独创的所以围绕这两个产品 我们不断的挖掘平银玫瑰 对符合现代人体所需要的一些产品 我说一个产业的发展 最终还是要取决于这个市场 取决于大众对产品的认知 那么大众这种传统的这种认知 这种需求来自于哪 来自于趋势 这种趋势就是人们对大健康 对自我身体健康的需求 另外一个就是人们对文化的一种追求 我觉得平银玫瑰从文化 从健康这个角度去挖掘它的产品 那么这个平银玫瑰的产品 应该说是肯定有一个非常非常广阔的市场 对 谢谢张会长 谢谢您 帮我们解读了这个平银的玫瑰 解读平银玫瑰这个历史文化 以及未来我们这些发展方向 让我们对平银玫瑰有了一个更特殊的了解 好 谢谢 再次感谢您 谢谢 太帅了 谢谢 再见 好了 我们再次感谢长平书长 虽然我们平银没有蓝色大海 但是我们有六万亩的玫瑰花海 五月是玫瑰花放香入海的季节 只要是您走进平银 随处都可以闻到玫瑰花的香气 明晚的年间续修瓶限制 载有竹之词 细地生来千万枝 恰似红豆鸡香丝 玫瑰花放香入海 正是家家酒如实 来瓶形容瓶的玫瑰 我们现在玫瑰浑身饰宝 所以说玫瑰价值是逐渐被开发出来的 我们开发出来的玫瑰产品有八大系列 一百三十多个品种 有像玫瑰食品 玫瑰化妆品 玫瑰饮品 玫瑰酒 等等等等 下面让我们有请玫瑰镇的工作人员 来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平银的玫瑰的情况 你好 美女你好 太漂亮了 太美了 像玫瑰花一样的美 那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玫瑰的一些情况好不好 好的 好 大家好 我是一名来自于玫瑰镇的机关干部 也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平银人 那说到中国玫瑰之乡 那大家肯定能想到的就是我们平银了 那在前两天 我也听说 我们就是喜提了中国玫瑰之都 玫瑰之都的称号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平银人 我个人从内心里就感觉非常的骄傲 非常的自信 那说到我们的玫瑰花 大家都知道整个平线能栽植的面积 达到六万余亩的这么一个面积 那六万余亩的主产区 其实就在我们玫瑰镇 那整个玫瑰镇的大体的面积 能达到四万余亩 那说到这个主产区 那我们肯定有它的优势了 重点是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 那我们这个玫瑰镇 是处于一个地处峡谷的这么一个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特别适合 对对对 它周边都是山 而且它的气候是属于一个温带的小气候 非常的湿润 很适合玫瑰花的成长 那我们再一个就是得益于我们那里独特的土壤 土壤是一个荷土土壤 这个荷土也是经过相关的专家部门是认证过的 里面的鎂和钙的含量能够超出普通土地的20倍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更是 对对对 它里面的营养物质和矿物质非常的丰富 非常适合玫瑰花的成长 那这里长出来的玫瑰花香甜浓郁花大色艳产量高 抗病性还强 对那所以啊我们这个地方的玫瑰啊 盛产了是1300多年的历史了 将近1400多年了 非常的棒 那我们这个再说到玫瑰啊 不能不提的就是它的这个产品 那我们现在整个平线大约有100余家的这个玫瑰产业制品的公司 那我们玫瑰镇呢就占到了一大半的这个位置 那说到这个产品啊 我想我想用一个少女的成长过程 给大家来讲解讲解 这个特别形象了 对对对 这个玫瑰花它是从哪来到哪去 那我们大家平时看到的花朵还没有绽放的时候呀 就是花蕾 这个花蕾就相当于少女10岁左右的一个黄口气 这个阶段的少女啊还没有绽放 还焦焦修修对还很很小哈 那这个花蕾茶呀其实摘下来之后 进行我们的一些加工超低温 以及真空这个低温热烘的这这这么一个过程之后 能够加工成花蕾茶 这个花蕾茶三到五朵冲泡在杯子里 具有清血蕾皮美容养颜美白抗氧化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这个花蕾呢还可以与菊花呀 绝冰紫呀这些个产品对在一起也有其他的更好的功效 会有更好功效 对对对 这种产品搭在一起的话功效会更好 对对对 那我们再继续说这个少女成长 现在呀他来到了一个豆蔻的年华 是他半开状的时候 也是凌晨三到四点的这么一个阶段 老百姓现在都带着头灯来到了田地里 进行采摘花蕾 花蕾呢它是半开状形状 极似一个这个红酒的酒杯状 它是没有开放的 上面呢没有接受过这个太阳的光照 所以它里面的还有充分的精油成分 精油成分特别充足 对对对 这个精油您知道有什么功效吗 美容啊 对对对 大家都知道是美容肯定是肯定的 对对对 这个精油它里面含有一个成分叫做黄酮 这个黄酮呀也是精油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它呢是具有抗氧化美白这么一个功效 说慈禧太后在年轻的时候 她就喜欢用玫瑰花来泡澡 要不她到六十多岁的时候还依然这个熔岩涌住 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呀就把这个玫瑰花罐 烘干之后也是作为初步的加工之后呀可以冲泡到杯子里 现在这个产品呀也是许多年轻人非常喜爱的一个产品 对对对对 然后再说它这第三个阶段它全开的这个状态 也是进入到了这个少女的一个逃离阶段 花开娇艳非常的漂亮 那通常呢这个花开之后的价格就没有花罐 要营养价值高了 那这个花朵它的作用也非常的大 这个花朵摘下来之后挂面糊 咱这个当地的 对我们的老土话 就是挂面糊 浸油锅炸 蘸上糖 非常的好吃 对 其实说到这个吃呢 我们平行的玫瑰有很多的好吃的 像那个蜜丸子是不是 对对对 蜜丸子也是我们平行的美丽的活跃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的玫瑰酱 以及这个炸的鲜花瓣也特别的好 玫瑰花的馅饼 玫瑰花饼 对 咱这平行玫瑰呢 这个不但是可以美容 做化妆品用 而且呢我们可以用来食用 直接食用 对 是不是 直接可以吃 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做这个酒啊 是不是 做玫瑰酒 玫瑰茶 玫瑰的饮品啊 茶呀 化妆品 化妆品 包括这个洗护用品 也会有是吧 玫瑰灶 是不是 对对对 特别的全面 特别的 好了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其实呢我们平行的不但是这个 玫瑰之香 我们平行还有一个别号 叫做中国的恶交之香 恶交的原产地 所以说我们恶交呢 与人生路融齐名 同称为中药三宝 所以说我们平行的这个恶交 也是受大家特别喜欢的 有一句民间的这个传唱 顺口流啊 自能说明我们对平行恶交的这个品质了 小黑驴 白肚皮 粉鼻子 粉眼 粉蹄子 十二山上来啃草 浪七河里去喝水 永济桥上六三糟 哨在山上打个滚 东 智 智东 宰沙 去驴皮 智礁 还得一样水 我们平行不仅有唯一的 钥匙同源的玫瑰品种啊 又是恶交的原产地 我们平行的还被誉为这个泉水小镇的 中国泉水小镇 只要是你来过一次行音啊 绝对敢保证你以后不会再说 济南没有拿得出手的特产了 所以说玫瑰 芬芳次第开 屡屡花香 大客来 浩和平行 欢迎您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请到我们的网红主播啊 来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啊 你好 交给你 你好 谢谢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淘宝直播的北方脸 北方脸 北方脸的主播啊 我姓蔡啊 大家都叫我脸书啊 也光叫蔡哥脸书 然后今天我到来呢 然后我是来看这些 我们平行线的这些 土特产 我一开始对我的印象之中啊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我对玫瑰的一个认知 也就是说爱情嘛 男人送女人玫瑰啊 然后后来我开始接触到了一些玫瑰的一些产品 譬如说我们想吃到玫瑰花瓣啊 玫瑰花瓣 我们喝到一些玫瑰茶 然后我们还有 我们还有能吃到一些玫瑰饼 但今天我来看的话 哇 这东西太多了 我自己忍不住 我就想吃点东西啊 譬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玫瑰谱啊 玫瑰谱 这么小的一个玫瑰谱 吃到嘴里面香香甜甜的 然后我们从这边来看啊 这是我们比较传统来看的一个是玫瑰花 玫瑰花饼啊 玫瑰花饼 我们这边的玫瑰花饼啊 吃起来香香甜甜 因为它的玫瑰花啊 它的一个采摘 对于我这边来看的话 它是从每天早上大概 三点到七点的时候 它做一个采摘 然后这个采摘呢 它会以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手段 以零度会从玫瑰园 然后运送到那个工厂 然后可以保持一个玫瑰的一个香味 可以保持玫瑰的一个清香 然后我们这边再来看 除了这个玫瑰花饼啊 我们这边看到玫瑰花茶 玫瑰花茶 方磊的玫瑰花茶 方磊的玫瑰花饼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看到我们 我们这边还有看到 包括如果有人说 我想买很多东西的话 我们这边还有一些 平线我们还有一些 玫瑰的一些十斤礼盒 可以供大家选择 然后有些女性就说 玫瑰这个东西 玫瑰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可以 我们现在可以吃 我们可以喝 玫瑰这里面刚才所提取的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也有看 我们还可以 喷在脸上 我们还可以用 因为我们现在 从玫瑰各种玫瑰里面 所提取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应用在 不同的一个领域上 比如说对自己的皮肤 比如养颜 这些东西都有 然后我们从这边来看 这个方磊的一些产品 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一边 玫瑰礼盒 我们现在有 玫瑰的玫瑰礼盒 我们再看到这边 我们还有包括以玫瑰所做的一些玫瑰酒 然后我今天 一般我在直播的时候 我们淘宝 淘宝直播的时候 尤其像我这种吃播主播 我一般来讲 我都是来吃 然后给大家看 这个东西好吃好吃 特别好吃 然后我今天 我今天 我猜几样东西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眼 大家都知道 鳄娇啊 鳄娇 鳄娇 是在我们生活中啊 这被称为中国三大 三大最不养生的一个产品 然后这一款呢 鳄娇 是玫瑰鳄娇 是紫金玫瑰的一个鳄娇 然后我现在能看到鳄娇 一个玫瑰的玫瑰的一个鳄娇 这是其中一款 然后我们再看这边有一款 这里的是坚果的一个鳄娇膏 然后我们 现在啊 因为我对这个玫瑰比较感兴趣啊 我先把这个玫瑰拆一下 我们现场拆啊 现场拆 呵 紧 没事没关系 没关系 我先把它开一下 是以这样理合的形式 大家看到它这个 包括这个包装啊 也都特别精美 然后里面的鳄娇呢 是以这种独带 一袋一袋的 一袋一袋的 这样的一个包装 在上面 我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眼啊 好 谢谢 是这样一块块 大家经常看淘宝直播的时候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对这个吃的 一般都很平民啊 所以说我的直播风格 包括我现在所能 所能给大家展示的啊 也是一个比较 非常平静静人的 一个直播方式 里面我们拆开 它是里面一个 受风的一个包装 我给大家开开一下 哇 浓浓厚厚的鳄娇 给大家看一下 我尝一下 今天非常有幸啊 我可以免费吃到这些东西 而且我打算 我走的时候我也会带很多东西 接下来啊 包括我 现在我店铺的一些 我的粉丝们 然后接下来 像这些比较 好的一些产品 我都会跟厂家一起去接下 然后会上一些比较好的产品 然后供大家来选择 这个 这款舌舌 我尝一下 这玫瑰味的啊 好吃 特别香 特别特别香 嗯 我带大家来品验的 不是吃的 你吃的不是鸽椒啊 你吃的还有爱情 嗯 好吃 OK 我们把饿舌放在旁边 它的味道特别香 特别特别香 嗯 然后这边 这边有叫玫瑰谱的 玫瑰谱的 晶莹透明的一个玫瑰谱 我给大家试试一下 它有点像那个 玫瑰的一个水晶糖啊 这个玫瑰水晶糖的话 在里面吃起来是特别弹 非常非常弹的一块玫瑰水晶糖 然后它上面所做的一个 还是一个玫瑰花瓣的一个 一个形状 吃到嘴里面也是很香的一块产品 嗯 都很好吃 我今天现场就是没有热水 有热水的话 有热水的话 我就泡点茶给大家喝 嗯 嗯 好吃 然后因为我昨天在在我的粉丝群里面啊 包括一些那个 我淘宝群里面 我大概问了一下 大家对这边的东西哪些比较感兴趣 其实在这边的话 最感兴趣的一个 我们看到拼音线 拼音线里面最出名的是玫瑰酱 啊 这款是玫瑰酱 纸巾玫瑰的一个玫瑰酱 我们看到这个玫瑰酱啊 镜重250克 而且保质期的话 时间也比较长 大概有18个月 啊 这款玫瑰酱呢 接连的话 我会给大家上 上线这款玫瑰酱 我现在目前能看到一些产品 像玫瑰酱 鹅椒 鹅椒两种口味 然后这款玫瑰酱是比较好的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眼 九元那个玫瑰膏 啊 看一下 这么精致的一个礼盒 精致礼盒里面 我们现在能看到五罐 五罐这个玫瑰 玫瑰膏 这个玫瑰膏呢 跟那个玫瑰酱是有点相似的 但它这个玫瑰膏呢 里面精选了一些比较天然的一些玫瑰 啊 天然的玫瑰 以及天然的蜂蜜 蜂蜜和玫瑰 参杂起来 我们现在做的一个叫鲜花玫瑰膏 这款鲜花玫瑰膏呢 平常可以吃 然后呢 你可以泡水喝 对于身体的话 抗氧化的功能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不仅好吃 而且对身体又非常好 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整个礼盒里面 里面总有五个玫瑰膏啊 玫瑰膏 然后里面还带一朵玫瑰花 蛮漂亮的这些东西 无论是你自己吃啊 还是说你买给人 作为礼物都特别好 然后这些产品 我接连都会上架 而且我都会以市面上 更低更低厂家出厂的一个价格 给带给大家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个活动 是联系到中央电视台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金石头条 我们还有通讯直播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淘宝直播啊 给大家带来这一系列这样的产品 好不好 然后我们再看到这边 再看到这边 我们前面有些东西 我们再看一眼 这边还有个产品叫花养花 花养花 刚才给大家介绍一些吃的 介绍一些养生的一些产品 然后花养花呢 花养花是什么呢 大家讲 你这个玫瑰的话 是不是都是养生的 不是哦 我们这边还有花养花 花养花所出的 这叫洞式玫瑰花蕾啊 那在我们今天的围演出开始之前 也希望大家能把我们这灿烂的笑容送给我们的身上 玫瑰花蕾 OK我拿一下这个东西啊 因为大家可能听不清我在说什么 请我们的笑容送给它 OK 玫瑰花蕾 我们看一下这个玫瑰花蕾 我们演出正式开始了 也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上午 谢谢 我们再会见啊 大家能看到这个玫瑰花蕾 这个是花养花的玫瑰花蕾 每一棵都这么大 每一棵都特别特别大 OK 刚才可能那个声音有一点杂啊 然后我现在淘宝的一些粉丝没有听到我说太多 但是我现在所介绍的这些产品 我跟大家讲一下 从吃的到用的到花装品 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 然后接连的话 我会把这些东西都上架 上架的话 以一个最优的价格 把我们平行线的一些鲜花所产生的 这些比较优质的一些产地 产地所产生的这些产品啊 大概能有130多种带给大家 好吗 我的粉丝啊 对拼音线 我现在在的是拼音线 我的粉丝可以稍微等我一下 美丽相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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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够满足唱幸福的晴天 去远回心愿 远回蝶远回蝶蝶 远回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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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开的季节 花开的季节 哎花开的季节 焰子先来了多梦的岁月 七彩音符斗尾快乐歌唱 世界从此和幸福相约 爱芒芒芒组成幸福的情谊 去约会喜悦 约会年约 约会积极 为我幸运 让我们相约 花开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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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自仙来人 朵梦的岁月 精彩饮不动为快乐歌唱 世界从此和幸福相约 爱芒芒芒组成幸福的情谊 去约会喜悦 约会地点 约会积极月 为我幸运 让我们相约 花开的季节 快帮我们组成幸福的情谊 去约会喜悦 约会地点 约会积极月 为我幸运 让我们相约 花开的季节 让我们相约 花开的季节 谢谢 谢谢当当带来了好多歌曲 花开的季节 平安的父老乡亲们 远道而来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上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2019中国平音玫瑰文化节文艺演出的现场 我是来自CCTV7美丽中国乡村型栏目的主持人点点 欢迎各位的光临 本次活动是由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 中共平音县委县政府共同主办的 本次活动也是由中共平音县委宣传部 平音广播电视台承办 同时也得到了CCTV7美丽中国乡村型栏目 央视网腾讯视频今日头条的大力支持 那此时此刻呀 央视网今日头条 还有我们腾讯视频 山东广播电视台闪电新闻客户端 济南广播电视台天下全程 平音广播电视台掌上平音正在同步直播 让我们对媒体朋友们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刚才呀当当就唱到了花开的季节 那此时此刻呢也正是我们平音玫瑰花盛开的季节 一来到平音啊觉得空气当中都有淡淡的玫瑰花香 你看呢今天我们也是相聚在这个玫瑰湿底公园 可以说到处都能够见到玫瑰 可以说是玫瑰花开 芳香平音 哎呀说的真好掌声可以鼓掌了 我也自我介绍一下 我呢不介绍那么多 我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车见车爆胎的风流替躺 玉树临风年少多知 聪明灵力活泼凯 风那边气宇不凡的全国借助十大青年 自信歌孙海洋 你咋说的这么自信呢 为啥这么自信呢 因为歌就比较自信呢 欢迎欢迎自信歌也来到我们的中国平音 那咱俩来到这儿啊 我觉得先为大家送一副对联吧 好啊 来说说咱们的平音 好 这上联呀就是绿水青山平音美 那我的下联就是英歌燕舞玫瑰香 这横批就是风光无限 其实要说到咱们平音的玫瑰啊 从唐朝开始就已经有了人工种植 咱们这儿的玫瑰花呢 个头大 半数多 颜色浓 味道香 而且出油率高 所以呢被称为是世界玫瑰之花魁 咱们平音啊 也是唯一的中国玫瑰之都 哎呀你懂得太多了 其实今天我来到平音呢 我还有个小院啊 希望点点的呢 你能帮我完成这个小院 办啥事啊 不是这个是秘密啊 你们都别听了啊 这是个秘密 悄悄的告诉我 大家都知道玫瑰象征的啥 象征的浪漫 象征的爱情 这两个和你都不搭呀 怎么不搭呢 我现在来到这个玫瑰之乡 我看能不能找到我的那份爱情 如果我要真能找到我的那份爱情的话 我就不走了 我就准备做我们平静的姑爷子了 女婿了 好不好 大家伙答不答应啊 能不能找到啊 跟你有直接关系了 感情你今天不是来表演的 是来谈对象的 哎呀找我的那份爱情啊 今天就满足你这个小心愿啊 好啊 你现在就跟着我 我带你去开启这一次的浪漫之旅 走吧 快走啊 走啊 我带你去开启这次的浪漫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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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花一朵 花开不 Glasgow 她看着只许着 女人如花花似梦 女人花 阳月在红尘中 女人花 随风轻轻摆动 只盼望 女人如花有一双温柔伤 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 女人花 阳月在红尘中 女人花 随风轻轻摆动 若是你 我过了花香浓 别问我 何爱是为谁红 我过了花香浓 我过了花香浓 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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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过痴情中 醉过痴酒浓 花开花谢终时空 缘分不停留 像春风来又走 女人如花花似梦 爱过痴情中 醉过痴情中 爱过痴情中 醉过痴情中 跟哪见过呢 你不觉得你这种搭讪方式 太老土了吗 咋的啦 这你都不认识 这是咱们著名的青年歌唱家 也是金唱片奖获得者的 言当当呀 那掌声欢迎啊 你看啊 既然咱们再次相逢 再次邂逅 不如咱俩交个朋友 刚才点点都说了 你这太老土了 我就想交个朋友 交个朋友可以我得考考你 咱们今天来这地儿是什么地方 平音呢 那平音有没有历史名人呢 当然有了 这你考不住我 那你说出三个 我张嘴就来 说吧 第一位 柳夏慧 助我怀不乱那个 那是正人君子 算一个 叫做和尚 咱平音是被称为和尚故里 你就是对不对吧 第二个 管仲 华夏第一名相 那是咱齐国 齐国人 同时也是咱平音人 对对对 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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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什么来着 第三个 你别着急啊 你不用鼓掌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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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想 第三个是谁 海二亚抖 学富武车的 谁 你说谁 语余盛行啊 哎呀你看 我这到嘴边就想不起来了 你看你还是不行 还记不住是吧 哎呀想不起来了 这样吧自信哥 你呢 先把这些名人都弄清楚了 咱们再叫朋友行过 就这么着吧 就这么着吧 老师 你别走啊 再见 我听明白了 考试没过关呗 你怎么就这样走了 我早以为你种下 999朵玫瑰 你别走 别把我的爱情带走 海洋啊我跟你说 你咋不帮我呢 你继续种点玫瑰 当你种到这个 99999朵玫瑰的时候 咱再来接受拷问好不好 哎呀那只能这样了 你说咱中国有句俗话呀 中华儿女千千万 这个不行 咱再换没 还有吗 讲求缘分 你有梦想那就要去追呀 哎呀 所以今天我就请到了一个追梦组合 要不咱先欣赏一下人家精彩的肩上芭蕾怎么样 行那我再等等 你再好好准备准备 好的 来来来 走走走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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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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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在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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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音的玫瑰花好不好 这个简单张着就来 可以说用一首诗来形容咱们平音玫瑰的美 还作诗呢 来人来吟诗一首 贵宾来平音 贵宾来平音 十人九个醉 非为酒味浓 只缘有玫瑰 继续 现场的 然后 有玫瑰 然后 然后啥词 然后你说你词都背不溜 你还来交朋友 这然后啊就是 开花十里红 龙香夺方魁 对 龙香夺方魁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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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说 五月平音游 赏花 渴望 好 你看看 这是你吟诗呢 还是我吟诗呢 不是 不管谁吟诗 你就说我这诗做的好不好 这样 我也不为难你了 我希望呢 你能帮我 把这一栏玫瑰花卖出去 卖出去 没问题啊 卖出去 那把就把这栏玫瑰交给你 等到你卖完了之后 再来找我 行 好不好 行 卖出去之后咱俩就交朋友呗 好的 谢谢蒋宁 谢谢 谢谢大家 要听结果如何 等我 请听下回分解 你说人家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 人家也不为难你了 你就好好去卖花吧 我看出来了 光耍你这嘴皮子啊 没用 你得亮点真本事啊 不是 亮本事倒行 卖花也行 你首先你告诉告诉我 这平音玫瑰的几大特点呢 我才能忽悠 不是 我才能吆喝卖呀 那我就帮帮你吧 行 你说我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 对 这平音玫瑰呀 有几大特点你可记好了 啊 这第一啊 就是咱的种植面积 那是全国最大 全国最大 第二呢 咱这儿的玫瑰呀 钥石铜圆 哦 第三点呢 咱的玫瑰不仅象征着爱情 那还代表着财富 这花冠 这花冠 花蕾 嗯 盛开的花朵 它都可以卖出好价钱 而且价格不同 哦 记住这几点了吧 它有财富 记好了 好好的卖花去吧 就看你的结果了 今天让我 咱得拼一把呀 我就卖花了吧 卖花了 花又卖出去 交给你了 哎呀 谢谢 卖花的小姑娘加油啊 掌声先送给我们主持人 好不好 点电 音乐可以停了 音乐可以停了 不是 我说音乐可以停了 掌声继续 你看整误会了 你说 我说音乐可以停了 刷你们全停了 我以为你们是音乐呢 啊 这个花 你看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玫瑰花啊 而且它有很大的财富 但是呢 今天来到现场 来到皮银 来到这个美丽的玫瑰之香 给我鼓掌 它也是有财富的 给我鼓掌 我就保证你啊 我就保证你一年 挣十个 十万 二十万 你看 全是财迷 这花先放着 别着急 我就发现 我这个离国中有点远 总感觉咱们 好像差个几道沟似的 是不是 有点距离 不行 我就面对面的交流吧 好不好 哎呀 你来之前呢 说自信哥呀 你来到这个瓶颈 你卖点力气 来点绝活 我没有什么绝活 如果掌声要激烈的话 不行 我就围着这个湖 围着这个河 我就跑一圈吧 来个清宫水上飘吧 这也算绝活是不是 什么叫绝活 一个男演员 生个孩子 算绝活 要生不了 那都叫普通活 对不对 把花卖出去 也算绝活 我是这么认为的 演员站在舞台上吧 不能超过观众 要掌声 要掌声是可耻的 愿意拍 那是人情 不愿意拍 那是本分 哎 前边还行 后边的不用太本分啊 我都看见你们了 我跟你说 我今天花也卖不出去的话 爱情就没了 但是 但是 我是这么认为的 给我鼓掌 不摆骨 为啥说不摆骨 我把自己的小才艺送给大家 什么叫才艺 就是你认为这个绝活很绝 大家认为 这个相伙变得非常好 掌声都是自发的 注意看 一 一 二 三 走 啊 不是 我就发现 这边的观众怎么差点意思呢 啊 这边的朋友啊 部导片啊 因为咱们现场观众 人来的比较多 注意看啊 我一下不能优合理去吧 不能啊 对 摄像机啊 注意啊 别人摄像杆 踢坏了 注意啊 一 二 三 走 天零零 地零零 不鼓掌的脑袋疼 现在不排 可劲疼 行不行 一会儿花出个好价钱 好不好 对了 这边倒能出价钱了 这边观众是不是挑礼了 哎呀 哎呀 我呀 这节目都不愿意演呢 今天这个观众这个席啊 面积比较大 哪边都得来一次 不来一次 啊 你看 那个 那边的观众下回注意啊 这边观众已经 气氛已经把你们压迫了 已经压倒了 你听听 看 注意看啊 来倒行 准备 往这来点 这吊盒里边犯不上 推抗啊 一 二 三 走 啊 耶 厉害不 这还不算啥 大家情绪这么高唱 我赠送一个 赠送一个啊 可以说不在演出范围之内的属于赠送 赠送啊 我发现玫瑰之香的朋友都不差钱 不喜欢赠送的是吧 好嘞 看啊 赠送一个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赵群 腿一二三 啪 我要蹦过去 要蹦到一米五的高度 才算成功 现场的朋友和电视机前的朋友 还有直播平台的每一位朋友 仅供欣赏 切勿模仿 这个节目非常危险 具有危险性 中国目前来说 就三个人会 腿舌俩了 就剩我一个了 注意看啊 一米五的高度 一 二 三 开 啊 厉害不 再来一个啊 这边不得挑礼吗 在中间来一个啊 再再再来一个啊 这时候一个节目表 表演好几回 一 二 三 走 回 开 好不好 还能回来 啊 还能回来 上山容易 下山难 注意看啊 一 二 三 走 回来 哎呀 今天回不来 为啥是回不来呢 玫瑰饼吃多了 所以就回不来 你看我这花 啊 这交给我的任务 让我卖花 哎呀 我采访一遍 哎 这是玫瑰花吗 姐 啊 这也是玫瑰花啊 啊 你是我的玫瑰 你是我的花 你是我的爱人 是我的牵挂 你看姐还不好意思了 别不好意思 姐 这花送给你啊 希望你永远健康 年轻 漂亮 开心 快乐 每一天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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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钱呢 我这属于卖花了 啊 扫二维码 来扫二维码 先记账啊 一会儿付钱啊 必须不得 把花卖出去 因为我 因为我有我的爱情啊 爱情在等我呢 啊 跟你爷爷来一个 好 不用谢不用谢 香不香 我们这个玫瑰之香的花 好不好 好 好吧 姐你也好 你是长得好 穿得好 咋看咋 像香酸爱情里边的 谢大奖 用香酸爱情 留能的话来说就是 大奖啊 来一瓶酱油啊 我还要好几朵花呢 这边有没有要的 有没有要的 这位美女是沁茶的吗 是沁茶的吗 好 送给你啊 送给你 今年 今年多大了 没事 该多大就多大啊 没事 不要隐瞒 没事 您今年 十六 当时汉就下来了 你多大 十六啊 十六岁 跟我同岁 我也十六 公岁 三十六岁啊 好 非常年轻 你刚才说什么 拥抱一个吧 拥抱一个 那好吗 好吗 是单身吗 单身 单身行 单身行 你别人往你老公挑礼啥的 回头再揍我一顿 犯不上 来 有一个拥抱啊 有一个拥抱 这么点 拥抱的松紧程度 由你掌握 拥抱的时间长短 掌声掌握 好吗 来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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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这桌子有点害事了 有点害事了 好 这边呢 这边呢 看我这花 好 这位 这位 这位美女 还抢了 别着急 有的是 我们这个平均没够花 有的是 美女 你多大了 你多大了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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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一下 26 比我大一轮 我突然改变了我的年龄 比我大一轮 好 刚才不是16啊 怎么平均的姑娘 全16卡着了 过不去了 这是 谢谢你啊 咱就补抱了 握握手 握握手 感谢您的支持啊 补抱了 补了 哎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吓我一跳 我也要干啥呢 我说抱 你抱一下 抱一下 你没事 抱一下都行 吓我一跳 谢谢你啊 那个 有没有那么纸巾啥的 但没那纸巾啥的 这汗粗的 跟你 这都紧 哎呀 好 不用 我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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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来 哎呀 自己来 哎呀 自己来 哎呀 谢谢 谢谢啊 哎呀 我自己来 为啥这么说呢 从擦汗的角度 从擦汗的感觉 就能感受出来 真的 正常人擦汗都是轻轻的点 他不是 他是怼 得回啊 没向别的迷信打玻尿酸呢 我要打玻尿酸都得给我怼出来 但是啊 真是与众不同 擦汗 擦汗 他不是 他一圈 这就好像给小孩擦屁 又没擦干净 还得抿一下 把我练手了 你这是 好吧 开心快乐是最主要的 花卖的差不多了 大家要情绪要高尚点的话 给大家我再展示一段才艺 好不好 好不好 我的演出没有什么时间限制 只要大家愿意看我多来点 说实话有规定 没当演员 没当嘉宾 上台 你就15分钟 过一分钟罚款5000 过两分钟罚款1万 但是没事 我这演出是纯属娱乐 我属于是富二代 富二代 真是我爸是开矿的 我妈是卖雕的 真是富二代 为什么出来演出呢 因为我爸那矿啊 就是塌了 把我妈那雕全压力了 现在就剩俩矿 一个窗矿 一个门矿 但没关系 大家开心 罚的款无所谓 我几乎每场演出罚款费 都在七八十万之外 你们招募办 掌声不断 寂寞不断 来到平银 中国的玫瑰之星 可以说 我来找到爱情 我必须得卖的力气 把我那个 后台啊 有没有人了 因为离得比较远 把我那个乐器给我拿上来 对 跑上来 跑上来 还有那个都拿下来 跑两波 跑两波 快 一二一 你要抓住我 我算你厉害 一二一 好了 放这就行了 放这就行了 给大家卖点力气 来上一段什么呢 给大家展示的小才艺吧 因为我的才艺比较多 说学逗唱 吹打他 样样精通 这个后背 因为后背 还有很多的奇目 很多等大家的欣赏 我不当大家宝贵的世界 给大家来上一段 萨克斯 什么 这不是萨克斯吗 不是萨克斯吗 这是索纳呀 索纳呀 嗨 我当着萨克斯 吹20多年了 索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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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坐 谢谢 索纳 索纳 索 喝一阿 索纳 索纳 每张嘴都催不了啊 给大家用索纳 催上一段 非常吉祥如意 喜性的一个曲子 叫 骏马奔驰 宝宾江 送给今天 所有光临现场的 每一位朋友 注意大家四句话 天天好心情 月月好收成 年年好身体 永远好家庭 家和万事兴 即时即日 喜如风 风年风月如风筝 征府征柴 您征长寿 寿山寿海 寿长生 圣府征人 圣贵子子 像孙贤带带荣 荣华富贵 年内有 有钱有事 有钱成 有钱成啊 有钱成 一会儿 一会儿花卖出去 给点钱行不行 行啊 OK 音乐 gefallen escal带她 这汗 这汗 卖力了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超能力 特异功能 今天我跟现场的所有的朋友 咱们打个赌 一口气 掌声不停 一口气就吹不停 好不好 我看你们是掌声拍的时间长 还是我一口气吹的时间长 注意看 嗯 先运气 好 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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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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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你们好 我是喜剧演员跟头哥小新 你们在做什么呢 我们在做玫瑰鲜花饼 这是刚出锅的 尝一尝 鲜花饼 小新尝尝看口感怎么样 玫瑰花的味道又香又酥 好吃 这个玫瑰花饼我觉得非常酥脆 在切的时候 它的皮就掉渣 吃到嘴里的时候满口渴香 没错的 这玫瑰花饼是怎么做的呢 咱们玫瑰花饼要先摘出花瓣来 然后和上糖 这样的话就是把它要揉出酱 最好是有酱汁 然后把这个饼坯这样一放 放到这里面包起来 就像姐姐这样包的一样 然后再上烤箱来烤 对的 大概烤多长时间就好了 13到15分钟 就是这样香酥的玫瑰饼 对就出锅了 咱们这边其实你看 不仅吃的有这个玫瑰花饼 玫瑰花酱 玫瑰花茶 还有这个鳄椒糕 对 包括我们喜欢的这个化妆品当中 你看有精油 纯露 然后玫瑰花水等等等等 可以说来到平音啊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玫瑰 对玫瑰已融入我们的生活 哎 小新 哎 她赌足需要分享 师傅吗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刚想说这样的美食 我们要和观众朋友们共同分享 但是你别光顾着吃 啊 你这来的任务临多点 别忘了 我的任务 我们是在阳西的著名歌手张静 不认识了 张静大美女 人家今天专门来学做玫瑰花饼的 咱们可以交个朋友吗 哎呀 又想和我交朋友 我要看看你有什么真本事 本事啊 没忙 他的本事就是吃玫瑰花饼 喝玫瑰花包水 我跟你说我本事可大事 如果掌声激烈 我也大家给亮点绝活好不好 好 那小心 亮一手 什么心 我今天为了爱情忘记了 你给我讲一下 我来了 你猫不猫 深羞丶 好不好 很好 你给我来点大海生 耶 你看我们小心 麦瑰的都不顾旁边的取水了 都看你翻起跟头了 怎么样 哎呀 跟头翻得确实挺好啊 但实在不好意思 我已经有意中人了 你买的你啊 有意中人了 那要不今天来到咱们现场 你用一首歌 来安抚安抚我们 小心刺客受伤的心灵 玫瑰花饼已经做不到了 只能用你的歌声了 好的 来来 有请我们张静 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 你快点给我唱两首歌吧 情歌飞扬送给大家 好 情歌飞扬 讨厌 大家好 女女河流游向四方 白云而寄惑 飘去一卧上 火辣辣的太阳 点燃梦一场 善情的故事要悄悄的讲 吹热扬 吹热扬 吹热扬声起最美乐村庄 吹热扬 阿哥和阿妹 情声一场 一缕秋波 在心底荡漾 情歌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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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漫漫长 好日子陪着你 到老不现场 生活要包容 梦想续飞扬 带着快乐温暖你 宽阔的胸膛 情歌紧紧张 有我就要去飞翔 谁没有过年轻 没有过迷茫 幸福的阳光 有你又加油理想 快乐的上河 任我们游荡 吹热扬声起最美的 情歌飞扬 五千年的情歌 悠悠地长 静静的碎雨河流 游向四方 白云而几多 飘起一抹上 火辣辣的太阳 点燃梦一场 煽情的故事要悄悄地讲 吹烟扬扬声起最美的村庄 阿哥和阿妹 情深一场 一缕丘帮在心底荡漾 情歌飞扬 情歌飞扬 幸福漫漫长 好日子陪着你 到老不现场 一辈子的事 幸福又安康 让我成为你 最美的信仰 情歌飞扬 幸福漫漫长 幸福漫漫长 多爱情的事 也谁的年少轻狂 生活要包容 梦想需飞扬 带着快乐温暖你 宽阔的胸膛 情歌飞扬 幸福漫漫长 好日子陪着你 好日子陪着你 到老不现场 一辈子的事 幸福又安康 让我成为你 最美的信仰 情歌飞扬 和幸福漫漫长 多爱情的事 也谁的年少轻狂 生活要包容 墨湖是飞扬 带着快乐温暖你 宽阔的胸膛 听歌飞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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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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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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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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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虾开在枝头上 玫瑰 玫瑰 我爱你 玫瑰 玫瑰 轻易中 玫瑰 玫瑰 轻易浓 长虾开在青几里 玫瑰 玫瑰 我爱你 新的誓愿 新的轻易 圣洁的光辉 照大地 新的誓愿 新的轻易 圣洁的光辉 照大地 玫瑰 玫瑰 轻易浓 玫瑰 玫瑰 此而能 今朝风雨来璀璨 而上两门 只不久日 新的誓愿 新的轻易 圣洁的光辉 照大地 新的誓愿 新的轻易 圣洁的光辉 照大地 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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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角美 玫瑰 玫瑰 嘴眼里 长下开在枝头上 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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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啷玫瑰 经验 额尤诺台 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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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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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对 那你说这两首歌之后 小新会怎么想啊 能体会到呢 这女人的心思最难懂啊 那到底他们俩成不成 咱就不管了 他们的事 他们的事了 小新揣摩去吧 没错 我身旁的这位 不知道大家伙认不认识 这是我们2014年 星光大道的年度六强 歌手张帝 欢迎你 平音的父老乡亲大家好 我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回到家乡 给大家表演节目 什么是家乡 我家六成的 对 看到这个平音啊 山眉睡眉 任耿眉 任界底令 任菜备除 尤其这个玫瑰做的产业正好 哎呀我骄傲啊 我真骄傲 说实话 我给平音 平音哪 绝对是有不戒之愿 他们都是到平音来招对响 但是我俺媳妇都是平音 难别失哄了 哎呀这话听着真亲切呢 那要用咱山东的话 就应该说是 怀迎会甲 怀迎会甲 咱回到山东了 张帝呢是被称为极致歌王 为什么叫极致歌王呢 就是大家伙提什么样的问题 他都能回答 而且呀是用歌声来回答 这就很牛了 我觉得今天现场啊 我就是上天派来代表咱们平音父老乡亲们 来拷问你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呀 要把这个话语钱交给咱们的父老乡亲们 咱们现场让大家伙给您提问 你觉得怎么样 现场提问 我们到前面来啊 要不要不然这样 你抛个砖引个玉 大家不知道该怎么提 就看看问什么样的问题 你看比如说咱们今天的主题啊 是以玫瑰之名向世界发声 就这样一个主题 怎么用歌声来表达呢 以玫瑰之名向世界发声 没错 我是山东人 我就用山东话唱 行不行 那更好 让爱以玫瑰之名 向整个世界来发声 那爱就代表玫瑰之毒 向世界发出邀请 安排着雄徒来保证 保证大家不许慈性 欢迎那全国各地的朋友 到岸门平衡来做客 也许像我长得一样 收获幸福美满的爱情 大家说好不好 好啥呀好 人家大家肯定以为你做着拖 觉得我是拖 咱事先准备好 肯定是以为你事先准备好的 那咱现场提问总不是拖了吧 可以啊 来我看看谁愿意举手 谁有问题可以举手 马上走到您身边 行不行 来 我走到您的身边 您有什么样的问题 要问我们的极致歌王 您好 您是平衣我的老乡对吗 不是我是聊成的 我媳妇是施红领 那您了解我们那个平衣的历代名人吗 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对 就那个坐牌不乱的西门庆 不是刘夏慧 刘夏慧 刘夏慧和那于阁老 您能不能唱唱 他们两个跟玫瑰的关系 他们两个和玫瑰也有关系吗 这就看您了啊 好吧 行 我想想啊 这是第一个问题 于慎行 管仲 还有这个柳夏慧 他们三个和玫瑰有什么关系 咱再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还有谁要问 还有吗 我们再找一找这边的朋友吧 可以可以 我们再给这边朋友一个机会 好 来看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 张老师夸好我们平衣的劳动者吧 夸一夸 你看这身旁都是咱们平衣的 劳动模范 劳动标兵道德模范 来这个问题好 好好好 我们还有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发现咱们平衣真是阴盛阳衰啊 一定是美女 提问题的全是美女 都知道我们平衣玫瑰和制品都驰名中外 其实平衣玫瑰呢代表的是我们平衣人 勤奋踏实肯干务实的精神 但是同样它也代表着一种文化 您能不能以玫瑰为戒 唱一唱我们平衣文化 唱一唱平衣文化 行行 这三个问题啊 说实话好玩吗 不好玩 好回答吗 又不好回答 因为没有答案的问题 是最难回答的 你知道吗 这才考你呢 那行吧 那接下来我就用一首爱拼 才会赢 来回答这三个问题 有没有掌声自己 看着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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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